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斯科方面的最新消息 昨天俄罗斯方面证实俄罗斯逮捕了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 这是他逮捕的画面 副国防部长铁木尔·伊万诺夫被证实逮捕 这个事件现在对俄罗斯高层,特别对国防部长烧一股有深远影响 我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展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伊万诺夫在拘留中心接受审判 另外还有他的一名亲信 他的副手也被逮捕 那现在呢,提摩尔·伊万诺夫被送往省前拘留中心 在莫斯科的巴斯曼区法院 那现在初步调查呢,他是受贿100万卢布 以刑事诉讼第六条规定啊,对他进行指控 那他呢,是现在呢,拒绝认罪 另外呢,与他一起的还有鲍罗丁啊 就刚才那位,希尔盖·鲍罗丁 被送往省前拘留中心啊,都是受贿罪 现在呢,这个调查方面啊 正在伊万诺夫的家里边啊 对他这个住所啊,莫斯科的住所 也进行搜查搜查 这是莫斯科的一处七四地 七四地大街 这个是住的莫斯科的都是名人啊 一百多年前啊,莫斯科很多名人住在这条街 这个里边的建筑啊,都是非常 有历史啊,有历史感的 都是十九世纪的一些庄园 那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副国务长啊 他拥有的就是豪宅啊 包括地下室已经进行这个搜查了 那这件事呢,实际上与少鱼谷也有关系啊 我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俄罗斯的副国务长 那俄副国务长呢,伊万诺夫 啊,铁木尔 他呢,是现 1975年8月15日出生在莫斯科 现在呢,是俄罗斯联邦副国务长 16年5月23号起担任副防长 二年起呢,因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 受到西方美国、英国、欧盟多国制裁 二年4月23号 俄联邦调查委员会因受贿罪 对他进行了刑事起诉 75年8月15日,他属生在莫斯科 他的母亲呢,是达基斯坦 库拉赫斯基地区 97年呢,伊万诺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 计算机数学与控制论系 2011年,他在伊万诺沃国立能源大学 经济学博士 那么他呢,是主要论文是 核电站建设项目的财务和组织模型打变 主要是土木工程 这次受贿也主要是在土木工程 从97年到99年呢 他在各商业组织工作 从99年到12年 他在俄罗斯燃料和能源综合体企业工作 曾担任经济金融第一副总经理顾问 09年到12年是俄罗斯联邦能源部 俄罗斯能源局局长 12年起呢,担任莫斯科州政府副主席 时任州长是希尔盖少益谷 所以他是少益谷的亲信 他当时12年和少益谷就配合在莫斯科州 进行这个活动 13年到16年是俄罗斯国防部下属 GSC公司的总经理 16年5月23号 根据俄罗斯总统令 任命少益谷为俄罗斯联邦副部长 国防部副长 在国防部呢 希尔盖主要负责 一般的主要负责的是 监督俄罗斯武装部的财产管理 部队驻扎、住房、医疗知识等相关问题 负责俄罗斯国防部设施军事抵押建设 改建和大修 包括中俄边境一些军事设施 这次也发现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 一些项目烂尾 里边的很多资产 很多资金 特别混乱 有些资金根本就没有修建任何设施 2020年俄罗斯新冠大流行期间 他监督国防部 16个功能医疗中心建设 用于治疗新冠患者 他监督俄罗斯武装部队 包括爱国者公园的建设 24年4月23号 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不少于100万卢布 被俄罗斯方面逮捕 最高是15年监禁 4月24号 他被巴斯曼地区法院逮捕 拘留两个月 一般诺夫不承认自己有罪 受贿罪 被捕的第二人 是他的副手 谢尔盖鲍罗丁 那现在的俄罗斯媒体 仗势 他与俄国防部长 稍一股 关系密切 而且监督了国防部设施建设和大修 那这个鲍罗丁也承认 与这个伊万诺夫关系密切 与第三方 串通犯罪 由组织提前 与他们联手实施犯罪 包括呢 合同分包 国防部的需要提供财产性质服务 这个伊万诺夫呢 他呢 结婚 育有一子 儿子从墨西哥学校毕业 第一任妻子呢 是已经离婚 第二任妻子 扎哈罗瓦 1973年9月19日出生在莫斯科 是企业家 拥有犹太血统 而且呢 是时尚节目的主持人 他第一次婚姻呢 生的女儿 1998年出生 亚历山德拉 另外呢 二女儿是02年出生 叫二儿子 是02年出生 叫马克 现年是18岁 10年呢 他又生了一个女儿 叫达利亚 18年 又生了四女儿 他的第三任妻子 是玛丽亚 基塔耶娃 从他现在调查情况看呢 伊万诺夫啊 他隐藏了10亿卢布的豪华房地产 可以看一下他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啊 那现在说呢 伊万诺夫家族在莫斯科 乌斯宾斯克 拥有一栋1600平米的房屋 1万平米的土地 奥斯托任卡拥有面积为1000平米的连排别墅 300平米 住房 此外 伊万诺夫的妻子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承认 是他说服伊万诺夫购买连排别墅 19年 伊万诺夫被俄罗斯刊物福布斯 评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俄罗斯安全部队指挥官 当时就他就承认自己是非常富有的 18年他的收入是1.36亿卢布 伊万诺夫本人的收入1360万卢布 2022年12月 那俄罗斯媒体呢 展开对铁木尔伊万诺夫夫奢华生活的调查 其中包括伊万诺夫包含的房产 游艇租赁 购买昂贵的服装 配饰账单 俄罗斯国防部的调查人员 显示伊万诺夫婆妻子 斯维特兰娜度假 花费超过100万欧元 你就可以看这个车 这个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 这个车就是劳斯莱斯 这是在欧洲进行度假 还有他的女儿 斯拉达的个人账单 由一家参与恢复占领马里布尔的公司 也是一个外包公司来支付 全是由这个国防部承包的企业 给他买单 那10年到18年期间 这对夫妇呢 每年夏天都会前往 法国的蔚兰海岸租用当地的别墅 在法国 在圣特罗佩花费85万欧元租房子 伊万诺夫妻子斯维特兰娜 在丈夫受到制裁后 与他正式离婚 因为2022年发生俄乌战争 斯维特兰娜就无法再前往欧洲了 与丈夫离婚以后就可以自由进出 因为俄战争以后 俄国防部的高层都被西方制裁 他就不能再去法国了 他离婚以后就避免了丈夫被二次制裁 那他呢 就拥有了丈夫和他名下 共同在欧洲的财产 所以他丈夫挣到的钱 这个第二任妻子一直在欧洲 花着丈夫的钱 那现在意大利的一些金融警察 正在对他洗钱 还有他的资金来源 他家族的财产进行调查 但是他这个第二任妻子 是拥有以色列护照的 以色列护照 是犹太人 这个以色列护照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他们来自于同一个村 布林肯 布林肯是白俄罗斯北部 布林基这个村名字 布林肯 他现在到上海了 犹太人 那乌克兰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叫布林克 布林肯 布林克 还有这个俄罗斯副国务长这个媳妇 犹太人 也是布林克 那么实际上他们都来自一个村 这个村叫布林基 看到了吧 所以都是犹太人 都来自于同一个村 说白了 说白了 组上的一个村 布林肯现在在上海 23年的档案中显示 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 成为了伊万诺夫 受费的一个主要的地点 所以很多项目打完以后需要重建 那重建 这里边大量的金钱交易 国防部承包 所有承包商都必须给他回扣 那么他的钱 一定是给了国防部长烧一股 所以现在看烧一股 已经失去普京的信任了 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烧一股 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情况 现在烧一股和普京之间 我觉得现在这个信任关系 可能会发生变化 普京现在也针对俄罗斯 国防部的这种腐败 行为正在调查 很有可能普京在5月7号 就任俄罗斯新任总统以后 会免除烧一股国防部长职务 不会让烧一股进入新的政府 所以才会逮捕烧一股的亲信 伊万诺夫 另外一点 伊万诺夫 他与这个普里格金 关系也密切 大家知道普里格金是瓦格纳领导人 那现在来看呢 普京正在处理克里姆民工 秘密支持普里格任的这些势力 普京都在处理 也就是普里普京在处理普里格金 瓦格纳集团的问题上 也稍待把这个伊万诺夫处理掉 俄罗斯媒体分析呢 现在这种政治斗争啊 是控制进入国防工业巨额资金的斗争 因为这个资金的流向 实际上有了钱就有了权利 大家一定要看懂 那烧一股 大量的金钱由烧一股控制 那可能会导致权力的倾斜 所以要把烧一股 它的整个 因为这个两到三年的俄国战争 让烧一股 这股势力赚得盆满不满 所以普京要平衡他们势力 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评论员啊 现在在这个论坛上有消息啊 说伊万诺夫参与了西方情报部门 有关叛国行为 后续可能要调查 特别是他这个妻子 拥有以色列护照 和这个布林肯啊 是一个家族的 布林肯现在到了北京 所以普京很有可能 对他的腐败啊 包括内部高层人士 和犹太相关的这个关系啊 要展开调查 伊万诺夫本人的是否认啊 所有的指控 这是现在我获得的消息啊 关于伊万诺夫 具体情况 他的儿子目前在英国读书 女儿呢 住在法国 你可以想象啊 他现在虽然受到制裁 但离婚以后 他全家实际上在西方 还是享受非常豪华的生活 俄罗斯媒体呢 现在也公开了一部分啊 伊万诺夫呢 腐败的一些细节 我呢把俄罗斯媒体的公开的一些细节 给他介绍一下 那根据俄罗斯媒体的介绍呢 伊万诺夫呢 他是在布良斯克地区啊 建立医院相关的这个基建工程 外包 而且呢 是士兵医疗中心 比尔格德 库尔斯克的士兵医疗中心 那被发现呢 这个烂尾 整个医院的建设烂尾 因为钱不够了 那钱到底去哪呢 现在正在调查 所以这个事情是东窗事发啊 招致他被调查 比尔格德地区的这个军事医院啊 特别是士兵啊 恢复的这个医院 国防部呢 是购买了土地啊 而且开始施工建设 但是到了今年啊 整个医院已经停工了 施工的一月份开始啊 六月份到七月份啊 就基本停工了 从23年的七月份 所以现在实际上建筑商也没有资金啊 整个事件呢 现在正在调查 那比尔格德 整个项目是45亿卢布啊 那45亿卢布 划出去了2万平米的建筑工地 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没有建成 45亿哪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导火索啊 现在我了解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也反映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他呢 五月份就职以后 要对国防部啊 高层进行清理 烧一股啊 现在来看很可能会排除在 未来的权力核心圈 烧一股可能会被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我觉得对俄乌战争整体影响呢 现在来看并不大 因为烧一股呢 他不是职业军人 他是官僚啊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官僚 所以呢 他不会影响到俄军 未来整体作战能力 另外呢 这个打摊 我觉得也会 对现在啊 俄罗斯军方内部这种腐败行为 是一种震慑 这是目前我了解情况 我呢 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俄罗斯这位 副广播长和烧一股 未来的有新的消息 我呢 也会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